第一個做完了 可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把它變成按鈕 所以一樣的方法 怎麼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按Ctrl鍵 上禮拜講過 這個的話也許把它改成 VBA好了 另外就是錄製聚集我就不講 因為錄製聚集都一樣 怎麼樣就是 彩排 有個要放這邊 Ctrl Shift 有個要放在這邊打個勾 對不對 然後 打勾之後 Ctrl Shift 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清除的話 有不要再一樣 點一下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Delete 有沒有 就錄兩個按一下去 可是我覺得 那個很簡單 應該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 我們重點應該在慢慢在VBA上面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錄製的 OK 我希望自己寫的話 那等於是把之前的拿來再複習一下 一 我們做什麼呢 我希望在這邊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那個 開發人員 這邊點一下 這個 你會發現我開了兩個檔有沒有 這個是舊的 有沒有 它是VBA project 這邊又有一個 這邊又有一個有沒有 所以特別主要兩個是分開來的 也就是說 記得你請你把剛剛這個HU先關掉 否則的話它會出來乾燥 那如果你將來把層次寫在它這個裡面的話 會變成存到人家家裡去了 下一次你就找到 它這邊有同意就把它寫在人家家裡 然後現在這個RUN可以 但是你下一次打開就變成在另外檔 那你要RUN的話除非你要也把這個檔打開 你才可以RUN的到 OK 特別主要不要放錯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先把剛剛東西先關掉一下 OK先把它關一下 把它存檔 不過特別注意 它這個檔案格式是XLS 也就是這個什麼 這個是有2003以前的格式 那如果新的的話 特別主要是XLSX 所以如果2003以前的不分 有沒有寫VBA 但是如果是新的 以剛剛 這把它存檔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特別主要 我們把它另存好了 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因為這個格式是2007以後的格式 所以它的副檔名 是XLS 不是副檔名 我沒把它打開 我把這個副檔名打開 這個副檔名怎麼打開 記得檢視有沒有 它現在沒有副檔名 請你找到檢視上面有一個副檔名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沒有 點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像這一題 2007以後的是XLSX 那如果是後面是X的話 就是沒有VBA 也不能存VBA 但未來如果你寫的VBA 記得 你就不能存這個格式 如果你存這個格式 你的VBA就消失了 寫的就白寫 像剛剛有同學問說 為什麼我的VBA不見了 因為你存錯格式 存錯檔案格式 就這樣 那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記得 如果你等一下寫完之後 記得另存新檔 要改成什麼呢 改成哪一個呢 猜猜看 有沒有 第二個 叫啟用巨集 其實啟用巨集應該就啟用VBA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 副檔迷例是XXM 這樣才正確 如果你存錯檔 那你的VBA就白寫 就消失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OK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再存檔 因為我們還沒寫VBA 這個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 那我就直接先 那待會的話 我需要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 按一下自動完成 一個按鈕就清楚 那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樣按照標準化流程 第一個 打開V之後 你會發現剛剛我關掉 那個就不見了 請你看一下VBA 後面的名稱 OK 那你可以對應一下 一樣 一 請你插入什麼 模組 有沒有 寫VBA的話 一定是寫在模組裡 OK 你不要亂寫 像之前有同學 看到點兩下就開始寫了 有的時候可以run 有的時候就不能run OK 記得一定先從什麼 Step1 插入模組 Step2的話 因為我要什麼 一個SUB 那這個SUB的話 其實主要插入程序好了 這個程序的話 也許我叫什麼 瓜糊自創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 自己學 OK 然後叫這個名字 底線叫公司 我們先用公式 那公司的話就是 跟上個禮拜一樣 我把公司丟過來 因為是按鈕 所以是SUB 我按確定 2的話我按個TAB 我先回軒先不寫 我們先丟到哪裡 丟到Sale 再死 瓜糊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二列的B欄 對應該有印象 等於什麼 等於兩個雙引號 那這個裡面的話就丟什麼 丟公式過來 所以我就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 取消一下 這個一定要取消 不然如果沒有取消的話 你要切切不過來 因為優標還在這邊 取消一下 然後切到我們的VBA這邊來 把它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 我有講過兩個原則 一就是雙引號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那個那個比較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記事本 所以記事本在負責用程式裡面 有一個記事本 然後你用取代 當然有同學會說 握了可不可以 當然都可以 反正取代 只是說殺雞不用牛刀吧 有的東西其實 簡單的事情就交給簡單工具 你不要自己找麻煩 全部取代 好這樣子把它複製 再貼過去就OK了 所以第一步 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二步的話 當然你現在RUN 只會RUN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邊RUN過去 那如果第二步 就是寫一個迴圈 所以上面按一個TAB 打一個4 有沒有 4I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到第10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一行 再搬到這邊來 我習慣是按個TAB 因為它是在 這個迴圈裡面被執行的 所以它是在它的下一階 然後做什麼呢 它再把 因為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變成全部都沒有吧 因為理論上它只會去抓什麼 抓A2就這個 那趙大鵬裡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要把跟這邊一樣改成I 因為它底下的話 裡面都沒有 但裡面你會發現裡面都有公式 不過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A2 A2 總共會有4個A2改成I 那上個禮拜講過 如果你那個改成I的方法 實在是有障礙的話 你就被口訣吧 OK 它其實就是把這一個字串 從這邊到這邊號 切開來 串一個I在裡面而已 可以呢 方法你就不然就被口訣 有E先選取那個列號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AND前後呢 把它空白 就OK了 意思就是我剛剛講的 只是說 如果你實在是不太知道 到底為什麼 你就先背口訣 那另外2 2、2、2都一樣 所以有個方法比較快 如果你要重做 變成你要做 還要做三次 所以像我的習慣什麼 就是把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的2 其實一樣 就等於是剛剛做動作 然後這邊再把它貼過 OK 貼的話小心一下 2要蓋過去 好 如果你當你離開的話 沒有變紅次的話 好 那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了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再拉過來 這邊叫什麼 叫清除好了 OK 所以清除 然後呢 直接把什麼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剩下兩個雙引號 好 我們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這個領域要清掉 這邊再 執行 OK了 清除 沒問題 再來的話就做按鈕 很有印象 我上禮拜有做過 所以我快速帶一下 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表單控制項這邊的按鈕 然後拉一下 然後你就先選這一個 把它習慣複製這個名稱 因為這個上面按鈕名稱不會跟著變 另外再拉 不過我建議是用複製這個 因為大小會一樣大 如果你另外再拉一個 可能大小長得不一樣 另外再重新按右鍵 指定聚齊 並且把名稱改掉 我習慣這樣子 然後再把這邊刪掉 貼上去 好 大功告聲 按下去 可以WALK 按下去 也可以WALK 當然 當然你錄製劇集結果一樣 不過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比較有成就感 而且是你自己寫的跟錄製的 雖然OK 但是我覺得其實就不一樣 Level就不一樣 OK 而且有些坊間有些書籍 叫你用錄製修改 那書簡直不能買 那真的是 不知道在寫的太 他把所有錄製的東西全部都 都放在書裡面 有的時候還兩三頁 全部都錄製 我覺得真的是 好 不要評論太多 否則 OK 就基本上我建議 你還是以 這一種方式 因為你看 多清爽 方法不複雜 有沒有 就是把公司貼上 兩個 有沒有 雙一號變成兩個 然後 那個列號改成I 試一下 畫面先還你給我一下 這招真的蠻管用的 因為以後 你VVA裡面能做的事情 你通通都可以把它搬到VVA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同時 輸出很多個欄位的話 或者很多個儲存的位置 其實 如果你剛開始VVA都不會寫的話 你用這一招都可以勝任 只是說 當然這一招還可以Label 還可以更提升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不要只是丟公司 因為丟公司有個缺點 就是你的檔案會不斷膨脹 你公司這麼長對不對 那我們丟結果只有這麼一點點 所以之前有同學就是指揮這一招 然後他說 是我的檔案為什麼變得好大好大 我說你是不是全部都丟公司 丟很多很多儲存的 他說對 所以第一個檔案會變大 第二個的話 執行效率有的時候會比較差 所以可能會有這些缺點 那當然你可以彈性的利用 比如說你實在是不會寫 而且你檔案量又不多 反正你只是要做個報表出來 你就先將就著先用吧 OK 你不要說你為了要把VBA寫出來 然後你又自己功力不夠 可能會太辛苦了 OK也許有時候慢慢慢慢像這種功力 你要一下子提升起來 當然也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磨練 這東西其實太花時間 每一題每一題 也許像我分享的解答 你也許還是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突破我的答案 你也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OK 你也不要被我寬恕 我是建議最好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更好的方法 然後這個島我覺得應該是會更好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把剛剛的以色的函數用的方法變成VBA 那我們主要也是複習 那個今天講的就是那個上禮拜講的丟公式這一招 這一招其實未來還會用到 而且非常好用 我是覺得比錄製劇期還要簡單 而且還要更加的有效率 彈性也更好 試一下